哈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用猪猪来去做球 今天一共会教做两种球 一种是这种四方球 另一种是圆球 都可以用于做一些小罪事啊 或者是耳环之类的 都非常的好做好上手 所以我会在做球的过程中呢 一并带到串珠的基础技巧与制作的原则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那首先要做的是这个四方球 那在开始做四方球之前呢 先跟大家说 我今天不会教在上一支影片中出现的表格图 我会优先用走线图的方式跟大家解说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学串珠啊 要先熟悉珠子串起来的形状 才能够到表格图 那影片的最后也会跟大家说 如何取得今天分享两种球的走线图 首先是四方球嘛 它顾名思义呢就是四嘛 所以它的珠珠呢是由四颗来去成型的 大家看得出来它的每个面都是四颗 所以它才叫四方球 但是其实远远看它就是一颗很简单普通的球 那我现在这个范例呢是用尿素珠做的 它上面洞那里很容易会被那个烤漆所包覆住 然后需要用蒸去搓开的那一种 然后做出来会稍微有一点它的光泽感 那接着就进到四方球要怎么去制作 那今天我会直接就是一个一个步骤慢慢的教学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看影片的同时同时一边开始做 那我今天用的是这种不透明的地球珠 然后是蓝色的 这个应该是6mm的地球珠 然后我的线是用0.3mm的线 因为像这种比较大颗的珠啊要稍微大一些 那首先呢我们要串入三颗珠子 然后就要让珠子它出现在中间这样 然后接着呢为了我们要四颗层一圈嘛 所以现在我们拿出一颗珠子 右边的线把它先这样穿过去了 然后左边的线从另外一个方向把它穿出 这个我们在穿珠的时候我们称为互穿 就是两边各有线头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把它拉开 把它拉紧 然后记得这时候线呢可以尽量让它是一样长的 然后再把刚刚互穿的这颗珠往下拉 那这样我们就会去形成一个四颗成型的第一个步骤 那接着就需要重复两次让它变成一个四颗球成型的样子 那我们右边的线穿入一颗珠 左边的线也穿入一颗珠 然后我们再拿一颗珠 再互穿一次 刚刚说的互穿就是这样嘛 两边各有线头 然后这样把它拉出 这样我们就形成两个 然后我们再重复一次 那这边弄好之后我们会发现它变成了三个四颗珠成型的样子 那接着因为是来到我们最后要让它变成一个四方球的阶段 所以呢我们一样 先右边穿一颗 左边也穿一颗 那接着呢 为了让它成型 所以我们要互穿到一开始夹着中间那一颗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阶段是长这样 然后线在这里嘛 我们要穿到这一颗 最前面的这一颗 这样它才会变成一颗球 好 那穿到前面这颗一样用互穿的方式 右边这个线 就穿过来 左边的线 也是这样 用反方向的方式穿过来 所以现在看得出来说 它现在是这样互穿的阶段 然后我们把它拉 它就变成一颗球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哦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拉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边的球啊 它之间是没有线的 这样它会很容易闪掉 它的结构不够稳固 所以呢 我会让 这边的这一个面 跟这边的这一个面 我们用线把它绕一次 所以呢 这边记得绕一次 就是你要顺的球 它之间的线来去走 现在这里 那我们就要去穿 它旁边这一个 如果到时候大家觉得影片有些地方 比较看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再从走线图来去看清楚 然后 就是把边边这里这样绕一圈 然后呢 绕一圈之后呢 记得要回到你刚刚穿的 同一颗 就是我刚刚 互穿完 不是说我们穿旁边的那一颗嘛 你要回到旁边的那一颗 因为这样才算是把它整个拉紧 那另外一边用一样的方式 把那四颗没有绕在一起的球 把它都绕在一起 好 现在我们绕好了 但是你会发现 它好像还是有一点 不是太紧 所以呢 现在这两条线在这里嘛 刚好变成平行的状态 那我们再 绕一下前面它们 都在它们旁边的这颗珠 把它互穿过去 换左边的线互穿过去 换左边的线互穿过去 然后我们就把它这样 互穿拉紧 现在这样你就会觉得 它有比较紧一些的这样 那接着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打结结束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线在两边的两端嘛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两条线打结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去穿一圈 让它变成线头 在同一个位置 这样大家有看到 它的线头现在都在这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打两个平结 这是我习惯的打结方式 有的人可能不会打结 就是他们可能会直接绕线收尾 但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还是会打结 然后接着呢 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我们还有要绕线的步骤 绕线就是让你的线可以在里面藏起来 然后我们再剪掉 那这时候绕线大家要注意就是 你可以去看哪边就是线有比较少 那你就多绕那边一点 那这边主要当然还是围绕着我们的线 还有球的一个走向来去绕 你就是旁边有什么孔洞 你就把它钻进去 当然不能跳珠穿啦 所以你就是一定是旁边有洞 你才去穿 而不是跳着穿 就是多绕一些 如果你希望你的这个作品呢 能够稳固一些的话 那当然这个四方球 你也可以用各种不同大小的珠来去串 那就可以形成一个不同的效果 还有不同的颜色也是 那它很简单就可以成为一个饰品 那记得两边的线都要这样绕线 然后收尾 那尽量最后收尾的时候 让两条线是在不同的位置上 这样会比较好看一些 如果有时候遇到就是那颗珠子已经 线太多的情况 那你就找别的去穿 那现在大致上我觉得 感觉还挺紧的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剪刀 把我们的线去剪掉 那我之前上一集 串珠的基础材料介绍的时候 有讲到要这种手工艺的材料剪刀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当我们要绕线去剪掉这个线的时候呢 会希望它越看不到线头越好 所以你要离这个珠子越近 那前面的头呢 这个就要近一点 否则没办法离这么近的去剪掉 那现在我们这样就看不到线头了 它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四方球 一个基本的串珠技巧呢 就是互穿 互穿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每一颗珠子 其实它都是有两个线 然后呢不同方向这样穿入 我们才能够成一个形状嘛 不管是四颗成型五颗成型 都是透过互穿才能够成型的 接着我们就要来做圆形的球 那圆形的球它不像四方球 是四颗为一个成型 那它是五颗为一个圈 所以呢我们现在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先来串四颗珠 那接着是第五颗 也就是我们要互穿的珠 刚刚四方球有教过就是 从不同的两边穿进去 然后这边一样注意 把两根线拉到一样长 然后再把它往下拉 那我们刚刚做好第一个步骤了 那接下来的圆球 我们就要来去讲过动 然后一般我们在做串珠的一些小技巧 那现在看到是一个五颗成型嘛 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就会绕着 这个第一个步骤的五颗成型 做一个、两个、三个的五颗成型 就是绕着这个每颗珠来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第一圈的第一个 所以我们就是右边要去穿四颗珠 然后最后一颗珠是要互穿的 这边很明显的就会发现说 右线好像都是在做加珠的动作 那是没错的 就是右线通常是做加珠最后互穿 那左线只做过动跟最后的互穿 然后现在看到就是已经 两个五颗成型 那接着就要轮到左线来去过动了 因为我们要绕着这个第一个步骤的五颗成型嘛 所以呢旁边这一颗把它过过去 然后接着呢 你的右线 因为要补足五颗成型嘛 现在只有两颗 然后我们就来去加三颗珠 最后一颗互穿 那我们接着呢要重复这样的步骤两次 也就是左线过一颗 然后呢右线加珠三颗最后一颗互穿 那接着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一圈已经做了四个了 看得出来吗 我们从中间的第一个圈做了一二三四 然后接着我们要让这一个圈成型 所以我们有看到左边这边 有两颗是我们可以过的 所以我们先把左线去绕过 我自己还是会习惯去用右手拿起左线啦 我觉得右手还是比较顺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 我们现在过了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线上有三颗珠 然后 因为有三颗珠了嘛 所以我们右线只加两颗珠 然后一颗珠互穿 那么我们接着就成为一个圆顶了 大家可以发现说 这样放在桌子上它是一个平面 它的底是一个平面 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来继续做下一个步骤 让它成为就是 真正的一颗圆球 那首先呢 我们看到它的左边 一样的道理 有一颗珠 那我们一样穿过去 那做穿珠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 你要穿几颗珠呢 要去判断说 是不是这两颗珠原本是同一圈的 通常像是 现在看到这两颗珠 它是同一圈的 通常我们就不会再让它 在同一个成型的圈里面 所以我们目前这样 就是 就可以让它成一个圈 我们就开始加组 因为如果你在本来成型的圈 你去过动的那两颗的话 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 有点畸形的形状 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样去判断 就是 前面它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那接着下一辈子就不会是一家人 那种感觉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记 然后接着一样 我们把这一圈做完 但是接着你就发现了 接下来的两颗 它刚好是在不同的圈上面 这两颗 它们前面不是一家人 所以现在可以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一次过了两颗洞 然后因为现在我们 线上面有三颗嘛 所以我们就加组两颗 然后接着继续喔 然后接着继续喔 我们一样又看到了 这边 两颗它们本来不是一家人 所以 可以 穿过去 像这种比较简单的构造 你很容易看到 下一个洞 所以就可以一次穿 两个洞 然后一样加住两颗 那这个步骤呢 要继续 再 重复个 一次 接着我们就发现说 它快要变成一颗球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像是我们做这种圆球 有时候你可以选择 你要不要在里面 加一个铃铛啊 什么的 就是可以变成钥匙圈 好我们现在 来到 最后的步骤 我们会发现说 诶这边有 三颗猪都不是一家人 三颗猪 所以它可以一次穿三颗 那就表示我们这颗球 快要完成了 我们现在有 四颗球在线上 然后 这样我们就只需要加 一颗猪 那这颗唯一的猪 那这颗唯一的猪 就会是互穿的猪 好 然后跟刚刚的四方球一样 现在看起来 好像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空隙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 这边的五颗猪 它其实是 之间是没有线在绕的 所以我们必须 要把它穿过去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 可能 右线过个 两颗 然后 左线过个三颗 让它们再乘一个互穿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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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穿就把它拉紧 拉紧拉紧 然后接着呢 一样 我们必须要 再找到 让它们可以 变成 线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才能够打结收尾 所以我们再绕一次五颗猪 看谁要到谁那里都可以 或者是 像我现在是 左线过了三颗 右线来过一颗 让它们 在同一个位置碰面 好 然后我就把它打两个拼结 我自己喜欢打结是因为 我发现打结之后 你会很明显觉得它变紧了 但是如果你只是绕线结束的话 它不会有那种 有紧过的感觉 那现在我们的球 大致就完成了 那我就不示范 刚刚所说的就是 绕线把它收线了 然后大家自己就知道说 每次我们做完这个 把它打结之后 都记得要收尾 也就是 要让它的线到 看不见的感觉 那今天这就是我们所教的 一个是四方球 一个是圆球的做法 其实主要就是 一个是用四颗珠成型的样子 一个是五颗珠成型 那这两个都是在串组里面 蛮基础的应用 也是很常在我们 做比较立体的动物啊 或者是什么玩偶的时候 会需要知道的基础的一些小技巧 像是过洞啊 互穿啊 其实在这两个小物件上面 都可以体现跟学习到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尝试 用不同形状的珠来去做 然后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 像是这个是米形珠做的 你就会觉得 它的空洞特别的大 中间是不是可以塞一颗东西 那是不是可以变成 什么样的一个饰品呢 就有比较好去发想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就是 当你用不同形状的珠子 去做的时候 都能够有意想不到的一个 呈现的情况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 看看家里有些什么样 特殊的珠子 然后去把它做成 翅膀球或者是圆球 会有什么样的长相 那透过尝试的过程中呢 就会觉得很有趣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那刚刚有说要揭晓 如何去取得这两个 就是小物件要如何去做的走线图嘛 那详细取得的方法 会写在下面的资讯栏 会有一个连结 大家只要去填写一下 一些你们的小资料 就可以从邮箱里面 会获得这个走线图的连结哦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在刚刚的影片中 某些时候可能会有点反光 或者是线是透明的 看不太清楚 那透过走线图 搭配我讲话影片的解说 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所以呢大家只要去透过连结 就可以从邮箱去取得咯 那今天的教学就大致上到这里 你可以看看 右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影片 你是感兴趣的 像是我们前一集介绍串珠的材料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开启小铃铛 继续支持我做相关主题的影片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